昨天在香港举行的望角反送中示威中 有数名的示威者在奸杀举天心码头 将悬挂于旗杆上的中国国旗拆下 并且丢入了海中 根据法广报道指出 这一起将五星旗丢入海中的事件 引起了香港建制派议员强烈的抨击 中国官方媒体也特地发文谴责此事 在事件发生后 香港政府在第二天通过发言人做出了回应 指出拆旗者刻意的破坏国旗 是触犯了国旗及国会条例 挑战国家主权 将予以强烈的谴责 除此之外 多位香港立法会议员 也纷纷地表示愤慨 并且予以强烈谴责 他们认为 这一个行为 侮辱了国家尊严 打击了香港的国际声誉 这一个声音 得到了不少香港社会团体 以及人士的响应 香港前特首 也是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梁振英 特地通过了脸书账号宣布 他要悬赏港币100万元 以弃捕犯事者 他还倡议成立悬赏基金 协助警方弃捕 借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为名 侮辱国家冲击警察 并且破坏秩序的狂徒 建制派人士 香港中律协创会会长陈曼琪指出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国旗及国徽条例第七条规定 任何人公开 以及故意地以焚烧 毁损 涂鸦 垫污 践踏等等方式 侮辱国旗或者国徽 都属于犯罪 一律定罪 可处以第五级罚款 以及监禁三年 警方必须要全力弃凶 将破坏国旗者绳之以法 他说 对破坏国旗的违法犯罪分子 要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除此之外 全国政协委员 也是曾担任梁振英特首 竞选办公室副主任的 刘炳章也表态说到 这种极端的行为 令人愤怒 是挑战国家权威的严重罪行 必须要严肃追究 神之以法 除了建制派之外 也有部分声音认为 反送中的抗议诉求 以及索取的成果 不可以被少数的激进分子绑架 这样只会让当局更有说辞 进一步的分化社会民意 以及中国大陆的认知 北京方面则是透过了新华社 对此特别的发表时评表示到 底线不容触碰 谁破坏一国两制 谁就将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文章写道 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象征和标志 暴徒们令人法指的暴行 公然地践踏国家的尊严 是对于包括广大香港市民在内的 全体中国人民的侮辱 是不可饶恕的犯罪 必须要严惩不呆 法广报导指出 根据美国政府在周五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上半年 中国不再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一个位子被墨西哥和加拿大取代 中国目前位居于美国贸易伙伴第三名 与此同时 6月份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缩小了0.3% 对华贸易逆差则是同比下降了0.8% 到了300亿美元 主要原因是从中国的进口下降了0.7% 而出口没有变化 华尔街日报在相关的报道中分析说到 美中两国目前的贸易缩减姿态 对美国的农民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利润 以及全球贸易产业链分布 都带来了相应的影响 目前川普当局将缩减美国对外贸易赤字 视为施政的首要任务之一 但是关税的争端 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导致了美国对全球出口总额停滞不前 贸易逆差继续的扩大 今年前六个月 美国贸易赤字同比的上涨了7.9% 到了3163.3亿美元 不过这一个数字 在六月份则同比缩小了0.3% 值得注意的是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 中美两国出现了双边贸易萎缩时 美国今年上半年的进口额 较去年同期却增长了1.5% 到了1.568万亿美元 美国从越南的进口就飙升了33% 而六月份 美国墨西哥的贸易逆差为99亿美元 也是到达了历史的新高点 分析认为 随着川普政府在日前宣布 将会从9月1号起 对于剩余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 再次加征10%的关税 如果美中贸易谈判继续停滞不前 双边贸易规模将会在新年的下半年度 受到进一步的影响 美国之音报导 中国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在8月2号在泰国曼谷进行了会晤 会晤过后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 中澳两国去年11月进行了外交与战略对话时就同意 两国的关系要矫正航线 重新启航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中澳关系改善的进程并不尽如人意 王毅指出 中澳两国没有历史恩怨和根本的利益冲突 两国的利益高度互补 希望两国能够妥善处理好分歧 怎紧共事以及信任 以推动两国关系早日的重回正轨 而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则是发表声明表示 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战略伙伴以及主要贸易伙伴 两国的关系是合作共赢的 虽然双边关系存在一些困难 但是澳大利亚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加强与中国的对话和沟通 日前澳大利亚政府出于安全考量 坚持在5G网络建设中排除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决定 也是中国以及澳大利亚两国关系越趋紧张的因素之一 因为中国方面将澳大利亚排除华为的决定 称作是歧视性的市场准入 虽然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就华为的问题表示到 澳大利亚将会做出自己的决定 不会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或者企业做出歧视性的决定 但是也因为华为的问题引起了双方的显示 法广援引德国广播电台的报道指出 中国拒绝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访华 联盟党人权政策发言人布兰特在周六表示到 中国官方拒绝准入代表团入境 代表团本来早就计划好要在九月访问中国 其中包含了要访问北京、新疆以及西藏 在这次的形成重点话题为 中国信教少数民族的状况 布兰特表示 中国的行为是在逞一紧百 让人们看到那些敢于为人权问题清晰发声 并且敢于捅伤口的人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在此之前 中国方面已经拒绝一直在为生活在中国新疆威吾尔族的人权发声的 绿党议员包则参加访华团 绿党议员包则是德国联盟议会数字化议程访华团的代表 由于中国方面拒绝他随团访问中国 所以该团的计划也可能会搁浅 但是包则不打算向中国低头 他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表示 中国方面表示 只要包则还在代表团的名单上 委员会就不可以到中国访问 而这样的做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包则认为 这就是中国方面尝试用这样的方式 让那些为人权大声疾呼的议员都消声 德国联盟议会也绝对不允许 接受中国这样的做法 而现在无论是包则本人 还是议会党团联盟 都没有理由直接放弃这次行程 而他仍然会继续地留在代表团里 而且绿党议会党团主席也支持他的做法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导指出 中国的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在8月2号表示道 为了通过对话解决朝鲜的核问题 应该要根据联合国安理会 决议有关条款 考虑要适时地采取行动 放松对朝鲜的制裁 他认为应该要在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 尽早地放松制裁 张军指出对于朝鲜尽可能地提出要求 但又同时维持制裁的做法完全不起作用 所以他强调应该要同步地推进 朝鲜无核化以及放松制裁 另外一个方面 他还强调中国一直认真的 负责的旅行安理会决议 并且否定中国默认一部分逃避制裁行为的干法 澳大利亚当局日前调查了一位移民澳大利亚的华裔富豪 因为他涉嫌大规模的转移资金进行洗钱 而这一起事件引起了各方关注的原因在于 这一位亚裔富豪名为齐鸣 他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表弟 而今天澳洲多家媒体引述了消息人士指出 太阳城集团主席周卓华 被澳洲内政事务部下令禁止入境 因为太阳城也被指有组织犯罪有联系 悉尼《尘封报》引述了澳洲不知名名政事务长官说道 周卓华被禁止进入澳洲 表示澳洲当局正在调查 太阳城是否参与了有组织的罪案 澳洲《时代报》也报导说道 太阳城是澳门最大的博彩仲介 为澳洲皇冠集团主要仲介的合作伙伴 也同时有为皇冠的竞争对手新港城赌场组织贵宾博彩团 而太阳城被指出与有组织犯罪有联系 《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了 澳洲当局目前正在广泛地调查有组织犯罪 洗钱和中国对澳洲的渗透活动 在追查习近平表弟齐名过后 这一次周卓华也被列入了调查对象 目前太阳城的发言人回复表示 这一起事件属于周卓华的个人事务 公司不会做任何回应 同时也重申太阳城所有的业务如常营运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